对到的是81的起手 对就6个 很像是只有6个,我的那个盘目是写了6,现在写了9个 热度4302 随随便便都能夜6 那你的起高 那这样的话 是形成了我喜欢走步3项 我感觉我就夜3 要不用感觉吗下了就知道下了就知道 画你法钉钉来到直播间 这个是一个合棋的谱 合棋的谱 没有什么太多的 他也下的 很简单 他这个棋 我也没什么变化 这棋的是很稳健的 一般他这样下的话合棋的盘面很大 除非他自己想取胜 这还是可以的吧 这是棋补 现在还是普招 现在还在普招里面 这个棋我前几天也下了好多盘 一模一样的棋局 他是选择了 最稳健的一个下方 不让我通车 那我也不让他黏车 不让他 牵制我车炮 将来我有一个 马七退八过兵的棋 他是下的 异常的稳健 将我马七退八 将来有过这个七兵 这样 差不多吧这个局面 合棋的盘面很大 现在我要过这个兵机静一 他可能会测试平 三顶一手啊 现在我要过这个兵机静一 是尽量均衡的分配啊 是尽量均衡的分配啊 让 电脑会尽量让 你的红和黑的次数 接近 当然没有办法做到完美 但是会做到 做到尽量尽量接近 这样子 没办法 对手走的 普和棋的也是合了 没办法 这棋 对手走这个棋的就 黑方就比较可以满意 这棋 这个吃边兵的虽然是吃了兵但是这脱节离这个 中府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脱节了感觉这样红帮这一手骑车是平移稍微有点问题 有点贪心有点小许的贪心 这样的我似乎有一个气兵浸泡打马打兵的起 可以转到一个像 这样子 这里我有一个近七兵转向的一个手的 思考一下 应该是可以 冰七进一 这样的话这个这个车四平衣三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 他车四平衣以后 我冲这个七兵 这样我可以power进三 抓马抓象 可以多吃一个象 这样这个棋局就有变化 这样就不平稳了 所以红帮车四平衣呢 感觉是想要 要求胜的招法 车四平衣 这就有一个power进三的一个手段 对 对那个车就比较呆缓了 那红帮车四平衣 这这手棋应该不可以苟同吧 这一手棋 四子归边 对对 这个棋又比较稳健 归了一个像的话这个棋 确实 不好疼我 这棋 看他是吃中兵还是吃边兵 吃中兵我也不用马上硬 我可以吃相先 吃相了以后 我又亮车出来 对方是走得过分 这个棋是 硬吞一个兵给我 那不让我打相 这个棋我当然不打相 这样我可以过三兵 这个棋 这样的红帮也是有某种程度上也有点亏损 这样子回相 是解决了这个像的问题 但是又让我多了这个三兵 现在我可以 白过这个三兵 这个棋还是 仍然没有解决 刚才的那些问题 这样的话他吃兵 这棋我是多了一个三兵 他可以考虑吃中兵 打相 对这个是一个 佐马盘盒的惯性的一个手法 这样现在他这个棋是要马踏兵吧 马踏兵 否则马六近四给我车一平是一出 这个棋也是 这个马的去入也是不行 感觉红帮盖车四平那一手棋 太过急躁 对方这一手棋 下的又 不是很好吧 这个把是进六 马六近四这棋应该没有去处 这样我测一平是一看 这个棋呢 将来呢 再升 可以考虑升车 连这个马 这个 这个位置 马的位置 很尴尬 这样的话 你这个马还有一个去处可以跳 这棋我可以升起来 暂时没起 那我可以进兵 冲断 我进兵冲断 如果你是宝上 我冰山进一冲断两个炮你宝上的话我再跳 再抓 那么你再跳 看看怎么样 我冰山进一 你停车抓我的冰 我升车抓你的马 你跳马下来 这一个棋 马吃泡没起我这里比较大 进竹看起来比较比较理想一点 进竹他进竹他出车 我这其他的后续在哪里 进竹你出车我升车你跳马 进竹 退炮打车后续 退炮打车后续 互相伤害的游戏 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游戏 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游戏 小孩子物模仿 跳马跳不上 这个炮友吃车 马跳不上 我选择 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性的一个下法 跳马 跳马的话 我就车视频三将看住好了 他换了就换了 他的起 那我大这个兵 局面应该可以 有个冲断的起 车看兵对 对啊 那这个起他要将我的话 可以退炮 他车拉不上啊 我车吧 记忆可以追回这个吗 那我这个兵很大啊 平山记忆这个冲很大 这样黑方是 退炮打双啊 退炮怎么打双呢 退炮哪有打双呢 他是将军啊 他是将军啊 那我一定是退炮顶啊 出王肯定不行 这样车巴进一 追死这个马 打马打车 他将军啊 他将军可以再回车啊 那么你的兵还是要顾 他将军可以再回车啊 这样的话 或者浸泡黏住 浸车黏住 浸车换子 你车吃我车吃,这里还有个冲断 或者浸泡黏住 退泡弹子炮 交换,简单吧 这样的黑方过了一个三冰 这棋应该是可以满意 看谁的阴招多 这样的话,这个棋是一定要吃的 没得考虑 现在我可以升车 黏住,你吃冰 我平炮 没必要换,车逃不开 这个冰现在要逃 我平冰 平冰,保住冰 你炮平 打马不是先手 应该车是需要换 像其实一个套路游戏 对的 对的 这样咔嚓他的向眼 现在我有 升车 然后平炮,打死马 这个咔嚓他的向眼 这个奇红方有问题 这个奇红方有问题 他平炮打我马 也不是先手 不过他也是这样子走 那这样的话 这么晚不睡啊 给你们直播象棋啊 干嘛那么激动啊 估计他会车七平六啊 抓兵 车七平六抓兵 我可以 马吃鞭兵 吃炮吃像 这个奇线手 他果然不敢这样下啊 他是补了像 补了像 我这个压制这个马呢 吃冰也可以考虑 那吃冰吧 吃冰 抓炮 抓像 控制一下这个局面 这个炮比较尴尬 那么在升车 黏住这个马 将来再炮 他是跳的这个马 我吃你车吃 这个炮是弱点 这马要跳来这里 把车走鞭 然后车七平二 连这个炮 那么这里有个转子的手段 红方 红方全部的 只被签 这个旗应该是不太不太行 不太行 炮六近期也可以考虑 这向下是控制型的下方 现在埋伏 现在埋伏一个车七平二 钻子的手段 他是回向 将我车七平二怎么处理 这不是要丢子了吗 车七平二是丢子 这样这盘旗就下完了 这棋 这棋没必要 没必要乱来 就不用乱来 这棋 简简单单 吃了 吃了简简单单 下棋简单单就可以了 吃了 这样就抓一大只 然后退车巡核控制 那个马的路线 多了一个大兵 这个旗多了一个大子 一个大兵 这个旗基本上是下完 现在呢 这个旗 平炮作杀 回马 炮6平7 你车蓝 在生炮 点死你 把这个炮投入战斗 打马 他跳马下来 反而没骑 炮6平7吧 这样的话 把他的车吸过来 然后呢 他是落了4 落了4以后 这里我有打江 这旗有生炮 控制一下这个马的位置 就点死他的旗就可以了 换车 逼死他 阴招就是这个 换死车 那这样就 没有悬念了 没有悬念 银炮打马 炮江 回马 你不是 冲冰 回马 将冲 你不是 浸泡 打死 五项吃 吃 简单 这样下可以了 马炮兵也形成必胜的残旗 你呢 對於美馬不圖 这个残局是基本上是崩的残局 对I love you 来说这个残局是直接崩的残局 我只是把7局摆到我要的一个局面 那么再来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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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